三個曾經度過武漢後返港求診的病人 仍然有一個男人在瑪嘉烈醫院留意情況穩定 中大教授許樹昌引述北京學者 懷疑肺炎是由一種新的冠狀病毒引發 但要多些時間化炎 陳慧欣報道 武漢至少27人感染肺炎 7人嚴重 不過過了兩天 內地還未公佈原因 中大呼吸系統學講座教授許樹昌 問了北京大學的教授 他們懷疑肺炎由新發冠狀病毒引起 用現成的化驗方法未必即時找到 如果它變成了腫 它又會突然間感染到很多人 因為如果新發的病毒 我們是沒有背景狂體 有些國家級的人員 現在是幫忙在裡面做一些檢查 他們應該抽了樣本 應該是送去一些好的實驗室那裡做化驗 可能他們需要多些時間 很多人擔心會不會重演SARS 有三個人從武漢回香港之後發燒入院 還留院瑪嘉烈醫院的病人已經退了宵 病情穩定 其餘兩個人出院 唯獨屯門醫院的病人要做基因排除測試 有些其他人找到其他的情況 即是普通季節性的流感 我明白 或者一些病菌 唯獨是這個病人找不到有甚麼特別的發現 他預計兩天之後會有結果 有線理事記者 陳茉茵報道 一手掌握有錢新聞 有任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